好,请大家翻到综艺宝麻类第五页 今天要介绍的是圣类派和理论派 也就是说外道的六个宗派当中剩下的四个宗派 好,请帮我念一下 圣论和理论派分别是实现先人和婆罗门族木的信徒 分别是 但整体的综艺却没有什么差异 又圣论和理论派主张将一切所知归纳为六句意 而且认为洗礼、灌顶、断食、供奉、消失等是解脱到 你是在念那个解释还是在念 可现在要从第五页念吗 可现在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对啊 就是从五页念 就是从五页不是第五页啊 五页就是从这里开始 圣论派和理论二派分别是就是从这里开始 所以我刚刚念的大家都没听到 可能我的今天麦克风有点怪怪的 那我再重念了 圣理和理论二派分别是实现先人和婆罗门族木的信徒 这二派学说的特点虽略有不同 但整体的综艺却没有什么差异 又圣论和理论二派主张将一切所知归纳为六句意 而且认为洗礼、灌顶、断食、供奉、消失等是解脱到 有一天遵从师长的口诀 就在这里啊 解脱到 你读到哪里了?解脱到 对,解脱到 好,可以继续读下去 有一天遵从师长的口诀 修习于解 由于了知 我是异于根等的另一件事 而清见真实性 并证悟六句自信 这时将会通达 我是一种周边的自信 然而却无造作 如此将不再积聚任何法与非法之业 因为新业不积而旧业已结 所以我便与生、根、绝、苦乐、贪嗔等分离 并且不再获得新的生、根 犹如心境之火 生命之流 于烟断灭 唯我独存 这时便是所谓的正德解脱 那圣律和李律这两派呢 他们的教主分别是 石 石什么 石穴 石穴仙人和波罗门族 那然后他们的 虽然呢 他们的有一些主张 会有一些 就是不同的地方 但是在基位和 也就是基道位 基道果 这三个方面呢 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个基位 也就是根位啊 根位的这个部分呢 他们主张 他们主张 就是有一个六具意得见的六种法 这个六种法里面呢 就是一切法都归纳于这六种法 没有第七种的法 所以说一切法都是在这个范围当中 没有其他的 比如说就是跟佛教 佛教呢 认为一切法都是归纳于什么 有为和五为法两种 或者是地实什么呢 圣意地和世俗地两种 就跟这个一样 所以呢 他们呢 说就是有六具意法 六种的具意法 所以所有的一切法都 在这个六具意的这个范围当中 所以呢 在他们的一个什么 就是波罗美族 他的有一本书里面呢 就有写到这个六具意 六具意指的是什么呢 实体 也就是说 一遍写的 实体功德及业同 异于内属为六具 那第一呢 就是实体 第二功德 第三呢 业 第四同 第五意 第六呢 内属 内属 那最主要呢 这个基位的基础的这个部分呢 最主要 他们要了解的是这个实体 应该是这个实体 要获得解脱的话呢 必须要了解这个实体的真相 比如说 佛教呢 想要解脱的话 必须要了解这个无我的道理 就是跟这个一样 不了解无我道理的话 没有办法解脱 那同样的 这个外道的这个两派呢 就是想要解脱的话呢 必须要了解这个实体 好像一位同学 没有把那个麦克风关掉 是谁啊 好 那六句当中的最主要呢 就是这个实体 就像我们 佛教 讲道 讲的那个 无我的道理一样 无我空性 就是跟这个一样 好 那基位的部分呢 是这样的 那然后 解脱到 那 也就是说 他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什么 就是 获得这个解脱呢 那然后 所谓的这个解脱 是什么样的 他们是 怎么安立的 就这个部分 那然后解脱到呢 这个到位呢 他们就会什么 透过这个 洗礼 灌顶 断食 火供 供奉 就是一种 洗礼呢 我们 就是在印度也有好多人在洗礼 比如说在恒河里面呢 他们 什么时候也不知道 就是有一些节日里面 他们就会洗礼 洗澡 就是在那个恒河里面洗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在恒河里面洗澡的话 就会洗清自己的这个 这些罪 所造作的这些罪恶 所以他们就会洗洗礼 然后灌顶 灌顶呢最主要呢 洗清自己内心的这些罪恶 那火供 等等这些火供呢 最主要就是 累积 自恋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们的解脱道呢 是这样的 那然后最主要呢 就是他们遵奉 他们的导师 或者是师长的口诀 修行 于且 于且这个字啊 有一些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 修行 修行 那修行什么呢 不是啊 于且就是道路 一个道 修行道 所以呢 就是依口诀 修行这个道 也就是 最主要呢 就是直观 舍摩他和皮婆舍纳 那然后他们 就是修 如果这个修直观双运呢 就是正的一个什么 直观双运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 就是根 我们的眼根 耳根 也就是五根 五根呢 就是完全是 跟我们的 所谓的这个 我是另外的 一个东西 就是这样的一种我 而且呢 那这个时候 他了解这个真相的时候 就是跟我们佛教讲的 通达五我的这个道理 就是跟这个一样的 那他们说是 依靠这个直观双运 那然后 所谓的这个我 完全是跟我们的五根 是没有什么任何的 关系的一样 就是他是一个独立的 单一的 独立的 自在的 那了解这样的一个真相的时候 他们说是正德五 也就是说 正德六种具义法道中的这个实体 这个是最主要的 那佛教呢 就是认为正德五我 对不对 那他们呢 就是认为 正德这个真实义的时候 正德什么呢 有我 有这样一个独立自主 不用关带任何的言 而鼻舌 等等自己的 身体的 器官等等 无韵 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他是一个独立的 这个时候 他感觉有这样的一个 我的时候呢 就叫做什么 通达这个什么 真实性 也就是说 六种 具义当中的这个实体 那这个实体呢 他们认为 这个实体呢 也是很奇怪的 比如说这个实体 他们认为呢 就是无所不存在的 它有一个什么 这样的特色 无所不存在的 在什么样的地方都存在 那涵盖一切的法 那它有因吗 他们认为没有因 没有任何的去造作它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是常法 是一个常法 所谓的这个我呢 他们认为是一个常法 它的本质是常法 那因为呢 它有能力 它有能力 骗及每一个法 也就是说 在宇宙当中的一切法 它都可以骗及 有这样的功能 涵盖一切的功能 所以说 它又是什么呢 无常 所以说 从它的什么 本质来讲的话 他们认为是常法 那它有作用的这个角度来 看的话呢 他们认为是无常 所以呢 常和无常的一个同位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那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我 了解这样的一个我的时候 那他们就叫做什么 通达真实义 那佛教认为呢 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我 好 那就是到位呢 是这样的 就是遵从他们的师长的口诀 真得直观双运 那然后呢 在直观双运 不断地修行的这个 然后呢 就了解 他自己感觉 有这样的一种 真实性的我 独立自主的我的时候 那就叫做什么 通达有我 真实性的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真正的一个解脱道 那然后果位呢 那依这样的一种解脱道呢 他们认为 果的这个部分呢 透过了解这样的一个真实性的我 那这个时候 他们认为 从此 再也不会造作 善 恶 无忌 等等的这些新的业 所以呢 新的业呢 不会累积 那而以前旧的这些业呢 由于他们什么 透过什么 就是洗领 灌顶 等等 这样呢 就是已经宵禁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说 就是解脱 解脱 比如说 他们认为是这样的 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嘛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认为 是优如心境之火 生命之流于 意思就是说 这个时候 就像采新完全的烧尽 只剩下的 就是只剩下火种一样 意思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深密的这个流续 它会断灭 那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的 刚才讲的独立自主的 这样的一个我 只有这样的一个我 我的存在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说 就是解脱 正得解脱 所以他们的 集到果 是这样的 那佛教呢 佛教认为 集的部分呢 二地 也就是圣意地和世俗地 那然后也有什么 四圣地 那道呢 同样的就是了解 二地和什么 四圣地 那然后是六形象 这样的一种智慧 透过这样的一种智慧 那然后在自己的 这个心相续当中呢 由于修行这些道理 那然后 有一天 心里面的这个烦恼 全部什么呢 断尽的时候 断尽的时候 那就叫做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呢 心它就是解脱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 才说是解脱 那不然的话呢 我们的心 有这些反导的控制的话 那我们的心呢 不叫做解脱 同样的我们 也不能说 我已经解脱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同样的道理呢 这两派呢 他们认为 这个我 首先呢 就是我们 不特修行者 他认为 这个所谓的我呢 是跟我们的 我运 或者是言而比舍 是同一个提醒 同一个提醒 就不知道这个道理 那最后呢 就是尊奉师讲的这个口诀 然后他什么呢 了解 所谓的这个我呢 根本不是我们的无运 是相应的 它是不关在任何的一个无运 所以呢 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 这样的时候就是通达 我的时候 那然后呢 慢慢不断不断不断的就是这样修行 那最后呢 心的业呢 就是 心业不及 那旧业呢 宵禁的时候就叫做什么 宵禁的 这样的时候的我 就叫做解脱 那佛教呢 这个二地啊 二地讲的不是 这个 嗯 鸡到胃当中的这个鸡呢 二地就是 什么 不是他们讲的那个 怎么讲 嗯 金部派和有部派讲的这个二地 就是有一点不一样 虽然呢 这个二地呢 它是 属于这个什么 鸡位的 但是最主要指的呢 最主要的这个鸡位呢 金部派和有部派 他们最主要指的这个鸡位 就是四地十六形象 而不是什么呢 无产和有产法 或者是有违法和无违法 这个不是重要的 那最最重要的这个鸡位呢 要了解的是什么 就是 呃 西求解脱的所需要了解的鸡位 这个呢 只有什么四地十六形象 那然后 呃 唯实派和中观自诩派 应全派以下呢 就是在二四地的基础上 再加上什么 二圣地 二地呢 也就是世俗地和什么 圣意地 圣意地指的是空性 那 世俗地指的是 通达空性之后 所要 啊 之后 要了解的一个世俗地 它是比什么呢 空性还要为什么呢 细分的 还要难 什么呢 最难 最难了解的一个 所以说这个二地当中的这个 所谓的 呃 世俗地呢 它不是指 我们所看到的柱子 还有呢 瓶子 等等这些 虽然这些都是世俗地 但是呢 呃 希求解脱的 所需要了解的这个二地 当中的这个世俗地 不是指的是这些东西 而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比空性还要难以了解的一个东西 世俗地 所以中啊 什么 大臣的啊 宗派呢 他们的机位就是二地 道呢 就是方便和智慧 果位呢 就是二身 也就是说 呃 法身 和色身 佛陀的法身和色身 就是两种 嗯 那有部派和经部派呢 呃 他们 他们 他们不认同这个法身和色身 这个两种的果位 但是呢 他们认同佛陀的果位 但是佛陀的果位呢 他们不承许法身和色身 好 那接下来呢 啊 啊 树论派 好 念一下 树论派是黄头仙的信徒 他们主张把一切所知定数为二十五 也就是我 主 大 我慢 五为 五为 十一根 与五大种 五为 就是色身 香 胃 处 十一根 就是五种 感觉器官 五种 行动器官 和一根 五种 感官 就是眼 耳 鼻 舌 和皮肤 等器官 五种 行动器官 就是口 手 足 肛门 和生殖器 五大种 就是地 水 火 风 空 其中 四肤 是知 其余二十四地 是物质体 因为他们是聚合而成的 又 其中的主 和 四肤 是圣意地 其余 于是世俗地 好 就到这里 那 这段话里面呢 就提到了 素论牌的 这个 积位 积 道 国 当中的 这个积位 大家 提到这个积位的时候 就是在说 就是 希求解脱 所需要 了解的 所需要通达的这个部分 就是机位 那然后到呢 就是 解脱的一个方法 就是所要修行的这个方法 那 那 透过修行 获得的这个果位呢 就是 解脱 所以呢 这个外道的宗派呢 他们不承认什么 佛陀的果位 但是他们承认 一个解脱 就是 除了那个什么 四查派 还有呢 顺势派 以外的都 他们承认一个解脱 也承认解脱道 好 那他们 这个宗派呢 苏论派 他的什么 教主 是 环头先 环头先 那然后 他们的机位呢 是主张 有二十个 就是有二十六个所知 可以这样讲 有二十六种的所知 意思就是说 一切法呢 都归纳于 二十五个所知 除此以外 他们认为 没有其他的法 都是在这个 范围当中 那佛陀呢 认为什么 一切法呢 要么就是什么 有为 要么就是五为 或者是世俗底 或者是世俗底 除此以外 没有第三个法 所以二十五个法 二十五个所知呢 一一就是我 第二呢 就是主 那这个我呢 我 就是师父 我就是师父 也就是不特切勒 然后主呢 他是一切法的 造作者 说论派认为呢 所有的 世间的一切万物呢 都是这个主 也就是总主 也可以说是根本自信 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根本自信 就是他所演变出来的 就是他所演变出来的 或者是他所变化出来的一些法 没有其他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法呢 世间的一切法都是他提供的 他刺客我们的 没有其他的 所以说就是造势主 那这个大和我呢 应该是佛教所谓的这个什么 觉知 那五维十一根 还有五大 五大呢 四大再加上虚空 这个虚空我们所谓 我们一般在讲不是那个虚空 我们看天空的时候 看到一个什么蓝色的这个空间嘛 对不对 这个空间就是 这里面所讲的空 眼睛可以看到的这个空啊 不是虚空 虚空它是长法嘛 对不对 那这里面讲的空 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空 好 那二十五个所知呢 就是它的机位 那这个里面呢 就是主要要了解的是 我 我 主 大 这个三个东西 意思就是说 这个我 我呢 它是不得其乐 众生 那众生呢 就是想要享受任何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这个大 他会了解 师父的这个想法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造论者呢 他会刺个 师父想要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 他想要漂亮的这些什么呢 颜色的话 就是色法的话 就是给他漂亮的色法 让他看 享受 那想要他 什么呢 想听什么 音乐的话呢 就是会给他什么 好听的这些音乐 提供给他 就是更应该是这样吧 所以呢 这个主是最主要的 一切自信 好 那然后呢 这个 其中这个 师父 师 知 了知 那其余的都是物质 二十四都是物质 那其中的这个 主和师父 两个呢 就是什么呢 圣意地 其余的二十三个法呢 都是世俗地 所以呢 他也 承许这个二地 但是跟佛教 安利的这个二地呢 就是分别不一样 好 那他的机位呢 总结的话 就是有 二十五种所知 我们一般是这样讲的 二十五种所知 二十五种所知法 那其中 主和我呢 或者是师父 是属于 圣意地 那其余的二十三种所知法呢 属于世俗地 所以说 他的这个机位呢 什么 机位呢 这个什么 有两种的说法 第一种就是二十五种所知法 第二种呢 就是二地 所以二地和二十五种所知法 都是他的机位 他们所程序的这个 主张的机位 好 那继续念 如果依照因果关系来分类 二十五地又有 是因非果 是因 亦是果 是果 非因 非因非果等四种情形 总 或主 是因 非果 绝 我慢 和五为这七地 是因 亦是果 是夫 非因 非果 其余十六地 是果 非因 如自在 黑之序 说 根本 自信 非所变 大等七地 性能变 是非 是夫 非自信 非变 于十六地 是所变 不次 根本 自信 好 那到这里吧 这个讲一下 他们又在二十五种所知当中呢 又分为什么 他们说有四句 四句 那这个四句呢 我们就跟在舍律学 学舍律学时候的这个四句 有一点就是不一样 对对 跟舍律学里面学的这个四句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 他把这个呢 因和果 是因的 但不是果 是果的 但不是因 那两者的同位 非两者 就是把他 分成这样的四句 那这个四句呢 就是在他们的有一个 师长叫做什么 自在黑 他写了一部书嘛 那这个书里面呢 这个书就叫做 自在黑之序 这个里面呢 说 根本自信 非所变 根本自信 非所变 根本呢 就是这个主 根本自信 根本自信 主 是一样的 种族 它不是变 也就是说 它不会变化 任 不是 它不是有任何的因缘因素 或者是 不是谁来变化的 所以说 它不是 什么呢 它是什么 因 它不是所变 所以说 它是不是果 它是因 不是果 所以因 不知片于果 比如说 根本自信 那然后 大 我嘛 还有呢 五为 这个七主呢 能辩 也就是说 这些就是国 那 地信 能果 地信呢 意思就是说 它是 能辩 就是因果 对对 既是因 又是果 那然后 是夫呢 不特切罗 非自 非 非自信 非变 非自信的意思呢 它不是因 又不是果 那其余的十六呢 它是所变 它是果 但不是因 所以说 这里的这个 是夫 它既不是因 又不是果 这个果的意思 就是说 不是这个 自信 自主 所变化 出来的 它也没有功能 什么呢 能生 任何的果 所以说 既不是因 又不是果 好 那继续念 父次 根本 自信 总 主 是同意 而且被认为 是一种 具有六种 特征的 所知 是夫 我 知 和明了 是同意 其余 二十三地 升起的方式 是这样的 在某个时候 当 是夫 升起 想 受用尽的 预念时 根本 根本 自信 就变化出 身 等各种 现象 又 从主 产生 大 觉知 觉 和大 是同意 而且 它被认为 是 像双面 镜 一样的 物体 由外 可现出 镜的 影像 由内 可现出 是夫的 影像 从大 升 我慢 而我慢 分为 具变异的 我慢 具经历的 我慢 和具昏暗 的我慢 从前者 升五为 再从五为 升出 五大种 从第二者 升出 十一根 第三者 能影响 其余 二种 我慢 那这个呢 是 十二种 所知的 他们所 什么 形成的 这个 次序 首先呢 就是 最主要的 来源呢 就是 根本自信 也就是 什么呢 造势 主 这个主 那然后 慢慢慢慢地 产生了 其余的 这个什么 二十四种 法 好 可以念了 好 父子 此派 主张 根本自信 犹如 有脚的 虾子 似乎 犹如 有眼的 脖子 由于 众生 将二者 误认为 一 不了解 各种 现象 是根本 自信 所 幻变 出来的 道理 所以 才会 轮回 如果 有一天 听闻 上师 开示的 口诀 并 依此 口诀 而 拙然地 生起 一种 定解 这些 现象 仅仅是 根本 自信的 幻变 而已 于是 就会 逐渐 脱离 对外境 的 贪恋 这时 便能 依止 禅定 而 产生 天眼通 当主 被天眼通 观看 的时候 宛如 另一 妇女 羞怯地 将各种 幻变的 现象 收射 起来 唯独 自信 留存 这时 在 于且 师的 心灵上 一切 世俗的 显现 都消失了 师父 无法 受用 外境 心 助 无为 这时 就是 解脱 那 这段话里面 就提到了 什么 道 道 味 和 果 味 那 果 味 这个 解脱 就是要 透过 修行 什么样的 一个 道 才 获得 解脱 那 他们 认为 众生在这个轮回当中 流转的原因 一直没有办法解脱 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 流转的原因 他们认为 在这个 二十五种所知当中的 主 和 是 夫 就是分不清 辨别不清 什么呢 主 和这个 是 夫 那然后 混合在一起 就是 好像是 一个法一样的 这样的 生其 物解 那然后 不知道 这个真相 所以呢 一直 在轮回当中 这样流转 那 佛教认为呢 众生 为什么 在这个 轮回当中 流转呢 这个原因呢 就是 不了解 无我的 这个道理 所以呢 我们 一直 非常的 真爱 这个 我 这个 我呢 对于我 就 什么呢 我是 非常的 在乎 所以呢 我们放不下 这个我 然后会 产生什么呢 我的生命 我的家庭 我的亲戚 我的什么什么 等等 这样 所以产生了 这个 强烈的一个 我指 所以 所以这样的一个 我 强烈的一个 我这个概念的控制下呢 他没有办法 什么 就是解脱 所以在这个轮回当中 在强烈的这个 我的控制下 我们所做的一切呢 都是属于轮回的这些法 所以没有办法解脱了 佛教是这样的 佛教的看法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 他们呢 把什么 主呢 就像一个什么 有眼无角的 虾子一样 不是啊 有什么 有角无眼的虾子一样 那然后 这个师父呢 他们认为就像 有眼无角的 见的人 所以这两个东西呢 就是 不了解这 两种法的 真实性的话 那没有办法解脱的意思 所以呢 当有一天呢 就是听为 上师的这个 开始的 口诀 那然后 对于 二十五种 所知 尤其是其中的这个 什么 自本 根本自信 和 似乎 连者的 关系 是什么呢 这两者的 这两者的关系呢 是造论者 根本自信 他的演变出来的这些而已 没有其他的什么 师父等等这样的独立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对这些 发生起个定解的时候 他们认为是什么呢 这样的什么 见解呢 就是解脱道 那然后呢 就是不断的修行这个解脱道 那然后呢 就是正的什么 就是直观双运 那透过直观双运呢 他也可以获得什么呢 神通 神通里面呢 就最主要就是天眼通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外道的修行者 就是用自己的 运用自己的这个天眼通 他 看到了什么 这个独 也就是造论者 那这个时候呢 好像就是 害羞的那个样子 所以呢 把修行者 他所什么呢 受用的什么 就是眼耳鼻舌 那无成色相生畏处 等等欲界当中的一切法 他就会收回去 他再也不会什么呢 演变出这样的东西 就是让这个什么 修行者受用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外道的修行者 他再也不会让这些外在的色身相畏处等等 这样的东西 引诱 然后呢 他心里面呢 不会生起什么 这样的一个烦恼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只留下了什么 只留下了所谓的这个师父 也就是这个我 也就是这个我 独立的存在 这个时候呢 造计刀论者 再也不会提供给他什么 享受的武运 还有呢 色身相畏处 还有呢 眼耳鼻舌等等 都不会什么提供给他 那那个时候呢 修行者 他认为这个时候觉得 他是一个独立 自主 没有其他的法受用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说 就是解脱了 没有任何的 什么 显示的 这样的法 所以呢 是单一的 这个时候呢 他们认为是解脱 好 所以呢 这个里面的大 好像是 他们认为是 双面的镜子一样 这个里面所谓的这个大 是双面的镜子一样 比如说 当这个士夫呢 他想要享受 欲界当中的色身身 未出的时候 那马上 这个大 他就会知道 那这个时候呢 根本自信 他就会什么 演变出色身身为主 等等这些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外面的这些 预法 会显现在这个大 内在的这个 士夫也会显现在 同时显现在 这个大的里面 所以呢 好像是 这个大呢 好像是一个 双面的镜子一样 在这个中间 就是在连接的一种法 好 所以呢 就是在这样的 在轮魂当中流转 好 那他的基 道 果 是这样的 机位呢 二十五种所知 道呢 道的这个部份呢 就是一切法 当修行者呢 了解一切法 都是造论者的 一个变化 或者是 演变出来的 没有其他的 东西 那这样的时候 了解 就是 他了解 这个东西的 程度到 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呢 这间接的时候 这样的间接就叫做 我修行道 解脱道 那果位呢 当他独立 感觉独立 自主见的时候 就是解脱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前置的 大家看到 第九页 第九页的 螺行派 这个部份 好 请帮我念一下 螺行派是 圣者大雄的信徒 他们主张 把一切所知 微纳成 九种范畴 即命 漏 律 定 衰 服 业 罪 服 解脱 其中的命 就是我 他的大小 和人的声量 一样 他的性质 是长 但他 暂存的状态 却具无常的性质 漏 就是各种 善和非善业 因为业力 会使人 堕入轮回 律 能直漏 因为自我约束 能使心业不羁 定衰 是以 不喝水 和使身体痛苦 等苦行的方式 清除 素业 素事 所积之业 福 就是邪见 业有四种 后世的授业 名业 种姓业 授业 罪 就是非法 福 就是法 解脱 是这样的 借着裸身 敬语 和医指 五种火 等的苦行 净除一切 素业 因为心业不羁 所以将生到 世间顶上一个 名为世间距的地方 纳尔方圆 四百五十万 尤加纳 形状如撑起的白伞 颜色如乳酪 或白水鲜花 因为那个地方 有命 所以是使法 因为脱离了轮回 所以也是无始法 身居死腹 就是所谓的解脱 圣者大雄说 圣者说解脱 色如雪香花 霜落珍珠白 壮似撑白伞 那罗显派呢 他们是什么 大雄 圣者大雄的信徒 圣者大雄呢 是他们的教主 那他们主张 也就是说 因为他们 跟上面一样 跟其他的这个教派一样 他们也认为有这个解脱嘛 所以呢 鸡位 道位 那然后果 鸡道位当中的鸡呢 他们认为 有九种 有九种的法 意思就是说 一切法呢 都归纳于九种 没有第十种的法 那这个九种呢 就是密 漏 驴 定 戏 业 还有罪 福 解脱 这个十种 那然后这个密呢 他们认为 就是跟这个我一样 我们一般在讲的 这个就是密 是指我 那他的大小 和 自己的身体是一样 比如说 我们就是我嘛 对不对 那我的生命呢 在哪里 也就是我 那生命的 他的大小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跟我的生命一样 不是跟我的这个身体一样 形状也是跟我的身体一样 大小也是跟我的身体一样 意思就是说 这个生命呢 它涵盖了我们的五蕴 在五蕴当中是无所不存在的 所以说 这个密 就是跟我们的身体是大小一样的 那尤其呢 他们认为 这个我呢 是一个常法 是一个常法 所以说 他们都认为 我是常法 我是单一的 我是自在的 所以说 常一自在 见的一种我 好 那他的机位呢 就是九种法 那然后解脱道 这个解脱道呢 是见的 他们就是透过 什么呢 罗身也就是说 不穿衣服 那这个教派啊 这个教派呢 在印度南方 也就是 我们在那边 折邦那个一带呢 有时候会见到的 有时候会见到 他们呢 身上什么都不穿 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教派 那所以呢 他们为什么不穿衣服呢 因为这些出家人 他们认为不穿衣服的话 为什么呢 消液 会消除 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液 外面的深液 它会消除 那雨液呢 他们不会不讲话 就是禁雨 禁雨 那这个剑的话呢 不会造作这个雨的恶业 那然后还有会什么呢 医治 也就是说 修这个五种的这个火 五种火呢 是好像是这样吧 应该是前后连者 然后呢 左右 那然后自己的头的顶部 就是修火 所以他们的解脱道 应该是这样的 身与意 身的消液的这个方法呢 什么呢 什么呢 就是不穿衣服 雨呢 就是金雨 那然后心里面的这个液呢 就是有修五种火 来修什么禅定 等等件 那然后呢 到了一个什么程度的时候 他们认为 心的液呢 就不会 就不会 再也不会什么 雷击 那然后就业呢 因为 他们修行的这个螺身 还有呢 什么 金雨 等等 这样的 所以呢 也会消极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什么 来生会投身到一个叫做什么 世间聚 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说 就是已经解脱了 所以世间聚 就是他们的解脱 那然后 罗生 金雨 一直五火 五种火 这个就是他们的解脱道 好 那所以呢 这个六种的外道的教派当中 程序解脱的是 除了这个以外 什么 顺势派以外呢 其余的都是程序解脱 但是他们的解脱 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思察 什么 思察派 他们的解脱就是来生 获得人天的国会的时候呢 这就是解脱 没有其他的 好 那前次的这个呢 嗯 请大家 再看一下这个部分 我想补充一下 请大家看到第五页 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句 其中前五派属于 指 常见者 后一派属于 指 断见者 所以外道的这个六个宗派啊 前五者呢 是 堕入 常见的宗派 那后一派呢 他是堕入 断边的这个宗派 所以我记得上次 跟大家讲过 什么 常见 也就是说 常见和 断见 这两者 常见呢 我上次跟大家解释的时候 常见呢 什么叫做常见呢 比如说 嗯 也可以说 他的定义啊 实际上是存在的 或者是 是 但认为 不存在 或者是 不是 那这样的执着呢 他是常见 也就是堕入 常边 那然后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或者是 不是这样的 但是认为是存在的 或者是 是 这样的一种 执着呢 就叫做 断见 或者是 堕入 断边 这个是一般是这样的 一般 他的定义是这样的 那 举列子的时候呢 我记得 跟大家 举过 这样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 嗯 常见 堕入 这个什么 常见的 这个例子 比如说 啊 三宝是存在的 那然后 前后国是 前后世 是存在的 那然后 夜阴国 也是有 存在的 但是呢 认为 外道的这些呢 他们认为 没有前后世 或者是 没有三宝的存在 没有夜阴国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会堕入 什么 常边 也就是 他们这样的 一种见解 认知呢 就是常见 不是 就是断见 堕入 断见 因为是存在 但是他们不 认为 不存在 对不对 堕入了 断边 那他们的 这样的一个理解 是什么呢 见解是 断见 那然后 常见呢 有一些外道者呢 他们认为 造论者 是 有的 那然后 刚才说的什么 就是这个 实体 圣论 和什么 就是理论派 他们所谓的 这个 实体 那 书论派 他们 所主张的 这个造论者 等等 那这些呢 虽然是不存在的 但是他们认为 是一个存在的法 尤其是他们认为呢 世界上的一切东西 都是他们 他刺客我们的 或者是 他所 演变出来的 就是变化出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 这样的见解呢 是 常见 堕入 常边 为什么呢 因为他 认为一个不存在的法 他认为是一个存在的 所以是堕入了 这样的一个 常边 那然后再有一个 他们说 轮魂当中 一直在流转的 这个我 虽然 佛教认为是 无常 但他们认为呢 是常法 所以实际的情况 这个我呢 他是一个 无常 是无常 但是他们认为 不是无常 也就是说 非常 所以 是的 他们认为 什么呢 常法 那这个时候呢 也叫做什么 堕入了常边 堕入了常边 好 那一般是这样的 一般是这样的 那 这里面呢 我们在这个 外道的 这个 六个宗派里面呢 就是在讲什么 前 前五派是 常见 持常见的 后一派是 持断见的 这个时候的 常见和断见呢 我认为就是 跟一般在讲的是 有一点不一样 那为什么 我说不一样呢 因为如果 什么呢 如果刚才讲的 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定义 按照定义来讲的话 按照定义来讲的话 定义来讲的话呢 就是前五者 前五者呢 前五个宗派呢 他们都不承许 佛教所谓的 这个三宝的存在 还有呢 佛教所谓的 认同的这个什么呢 解脱的存在 佛陀的 国位的存在 所以呢 他们把这些 存在的话 都认为是 不存在的一个法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 新闻系的话呢 前五者 也是堕入了断边 因为他们 认为存在的一种法呢 认为是不存在的 或者是是的 他们认为不是 所以说一般的这个 常见和断见 跟在这里 这个课本里面提到的 常见和断见呢 就是有一些区别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里面谈到的 常见和断见呢 我们必须要为什么呢 轮回当中 流转的这个我 认为是常法的话 那堕入长边 那这样的一种我呢 他 死亡之后 跟灯一样 就是熄灭 跟灯熄灭一样 连他的什么 就是 序流也会 中断 从中断 从此之后呢 再也不会有 第二者的我 所以 有这样的见解的话呢 就是在这里的 什么 持断见者 也就是 堕入断边 这里面的 常指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常 断 意思就是说 我不特其乐呢 他死了之后 再也不会有后事 来世 死了之后呢 他就会 一切就会 熄灭 他的脸 他的序流都会熄灭 什么 中断 那这样的 有一个见解的话 这就是什么 断见 所谓的断呢 是中断 人死后 再也不会有什么 他的序流 后事都会中断 一切都会中断 那这样的见解呢 就是 断见 也就是说 倒入断边 所以 我们一般在讲的 这个 禅见和断见呢 还有今天在这里 讲的 禅见和断见呢 需要 就是分开 需要分开 那 那 那 然后 那 比如说 中官 自序派 一下 他们认为 一切法 都是自信 成立的 所以呢 以中官 印权派的角度来看 四序派以下的见解都是什么呢 都是常见 他们都是堕入了常见 堕入了这个 禅边 多日了禅边 那然后 自序派以下 比如说 这个什么 为实派以下呢 他们认为 不是为实派 这个什么 有部派和金部派 他们认为一切法都是地实有 但是 但是自序派呢 他们说 一切法都是 无地实有 无实有 所以从自序派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 什么 这个有部派和金部派的见解是什么呢 堕入了禅边 那 那 然后从佛教的角度来看 那 外道呢 他们认为造论者是存在的 然后或者是 轮魂当中流转的这个我 它是一个常法等等 这样的见解呢 都是什么 是一个 禅见 也就是堕入禅边的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有一位吗 其实这个禅见和断见是很复杂的 在中观的部分呢 真的很复杂 禅见和断见 大家有疑问的话 请可以发问 还有四分钟的时间 大家应该没有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这个外道的综艺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下一堂课开始我们就从十一页 总说佛教宗义之建立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呢 就会讲到佛教的四大宗派的这个基道位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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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 稻味 果味 鸡到果 哦